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双鱼座的人往往看似温柔 低调 实则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 他们的力量是那种柔性的韧景 就像水一样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水没有形状 却能够成为任何一种形状 而双鱼座的人就是如此 他们一旦爆发了 就会很有力量 那么一起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双鱼座的人其实有着比较复杂的心思 他们并不是那种可以一眼看穿的人 甚至于双鱼座也是一个很具备潜能的人 他们就像手握着一块珍宝 却不使用 或者并不自制的人 情愿活在舒适区中 也只有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 去使用手上的这块珍宝 而为何双鱼座是这样的呢 因为他们本身的个性里 就带着游刃有余的圆容 不给自己设限 具备广大的心灵空间 他们善于联想 善于创造 同时还具备闯进和一颗渴望成功的心 双鱼座无意擅长走进别人的心里 对于他们来说 感知他人的需求和情感 是一件不算太难的事情 他们能够用几句话 几个温暖的动作 就赢得他人的好感 因此更容易积攒人脉 拥有更多的机遇 那么双鱼座的爆发力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一 心灵世界丰富 具备想象力 双鱼座的人往往有着丰富的心灵世界 是一个不缺乏想象力的人 很多时候 他们能够在心里 建构一整个宏大的精神世界 把很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事物 都往里面套 双鱼座并不在乎现实的残酷 因为他们有着缓冲地带去抵御外界的伤害 有时候他们能够去美化很多东西 从而让自己不会钻进一些负面的情绪中 这也是双鱼座很具备自语能力的原因 他们不仅能够疗愈别人 更能够帮自己获得更加真相的心态 二 不给自己设限 能够适应任何环境 双鱼座的人往往十分具备潜能 他们不喜欢给自己设限 同时 能够在面对任何困难或者不同的人时 展现不同的姿态 这就好比把水装进不同的容器中 就会呈现不同的形状 双鱼座就是如此 他们的柔软和灵巧 使得自己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着不同的应对措施 而很多时候 双鱼座也并没有所谓的规则 原则乃至于过多的自我意识 他们是可以变化的 甚至也容易被人所影响而改变 因此 双鱼座的这种柔软性 使得他们可以适应任何环境 也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下 保持自身的平衡感 三 内心有闯进 可以很果断且有魄力 或许双鱼座的人在很多人眼中 属于比较温柔 低调的 但其实 他们的内心很有闯进 也可以很果断 有魄力 当他们想要做到一件事时 并不会轻易服输 也不会轻易把自己所拥有的拱手让人 双鱼座也是一个并不会胆怯的人 他们很难因为他人的歧视和优势而害怕 反而会越挫越勇 他们能在必要的时候展现自己的手段 拥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任性 这些都促使双鱼座是一个内心比较要强的人 会努力证明自己 不会轻易让人失望 四 擅长洞察人心 深爱人心 或许双鱼座的人看上去比较单纯 可爱 也容易与人为善 但其实 他们和善不假 但同样深爱人心 懂得洞察人心 但是 双鱼座能够以一种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他人 他们看得懂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可还是愿意抱之以温柔 抱之以善良 为他人付出 只是 如果你试图去轻压他们时 也就能够领教双鱼座的厉害了 双鱼座的感受力很强 也有着很强的洞察力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心思 可以轻易蒙蔽他们的眼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